眼前对的蓝发银铜的小婴儿 是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然而她的前世是一名顶级魔法师 魔法师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暗算魔力尽尸 一转眼就重生成了奶蒙的小公主 最关键的是她是以科伦家族银色之眼的身份诞生的 银色之眼是高贵与权势的象征 传说银色眼睛是天使与人类相爱的产物 就连皇帝见了也会礼让三分 然而这样的身份却束缚了小公主的自由 为了能顺利长大找到仇人复仇 不满一碎的小公主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阵 由于小孩子的身体很不方便 此时的小公主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大哭 只要她一哭 轮流照顾她的侍女就会很不耐烦 为了让小公主闭嘴友的甚至直接将奶嘴塞进她嘴里 完事后更是在一旁抖动起满是灰尘的桌布 灰尘散落到小公主脸上给她呛的直臂眼睛 面对这样的待遇小公主自然是愤愤不平 她好歹也是祖国的花朵还是稀有的魔法式小孩 经过反复来回的挣扎 当小公主歪着脖子看向侍女时 直斑的侍女也惊讶地看向了她 嘴里还喃喃念着 这么点大的婴儿就学会翻身了吗 想到或许是巧合侍女又漠不关心地离开 不过这独特的乡村口音 却让小公主想到了海伦帝国 还有她前世最讨厌的冷血疯子 为了不被一直困在这个又小又郁闷的婴儿床里 小公主尝试伸手叫喊 让人把她从这里放出去 可侍女像是耳朵里塞了驴毛死活听不见 很快小公主注意到桌上的花瓶 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还能使用魔法 小公主转过身 使出吃奶的力气面动法重 虽然姿势和声音有点尴尬 好在魔法声效 花瓶硬声吊在了地上 蹭着侍女处理花瓶碎片的间隙 小公主拼尽全力一个巴拉拉能量 顺利表演了一场空间位移 由于小公主细皮嫩肉的 刚爬没两部膝盖就传来一阵疼痛 就在小家伙郁闷时 侍女从身后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嘴里嘟囔着怎么出来的今天真是怪了 紧接着小公主就被送回了原点 让小公主意外的是 侍女拔掉她奶嘴的瞬间 竟会让她直接莫名地睡着 在接下来半个多月的日子 小公主意识到这些轮流照顾自己的女婆 大部分对自己并不上心 每次吃完奶后都会有四五个小时不会进来 而这段时间她正好可以用来逃跑 另外小公主还发现自己只有咬着奶嘴才不会睡着 为了逃离这里十个月大的小公主 再一次开启了逃亡计划 往外爬的路上还不忘猜想自己的身份 自己到底是那个冷血疯子的女儿 还是她的亲妹妹 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小公主离开着的决心 而眼下她需要的是洗一下自己寒了一个月的奶嘴 很快小公主注意到屋外一片水池 可这水池的高度却在一次让小公主犯难了 刚出生的小婴儿公主只因在水池边洗了个奶嘴 就被她的冷血舅舅调侃成蟑螂 而原因仅仅是因为小公主拥有一半的贵族血统 为了逃离睡婴儿床的命运 她拼命奔跑 女朴感到舒心 作为奖励女仆将小公主的奶嘴还给了她 万万没想得到奶嘴的小公主瞬间来了精神 开心的像个五百斤的胖子 差点就将一个月没洗的香荡脚踮进了自己嘴里 很快冷静下来的小公主一阵尴尬 好歹自己前世也是活了三百年的强大魔女 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举动 从女仆口中小公主得知自己身体里只存在一半贵族血统 同是还需要在这个小婴儿床里待一个星期 小公主无语了 自己难不成要在这里吃完睡 睡完拉 拉完吃吗 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洗那个可以让她打起精神的奶嘴 要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奶嘴的时候 她正在网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滚 虽然小公主拥有魔法师的体质 可光靠魔力去进化体内的身体是远远不够的 而想要维持思考她就必须吸奶嘴 但这张兮兮的奶嘴吸久了又会让她变傻 为了清洗奶嘴小公主再次偷偷溜了出来 正当她得意自己就算身体变小了 也难不倒像她那么厉害的人时 小公主还是感受到了膝盖传来的疼痛 这婴儿的身体实在是太脆弱 虽然出生名门只拥有一半贵族血统自然不配受宠 但她作为魔女转世一定会成为最强魔法师 将这些人统统征服 很快小公主注意到了一片可以洗奶嘴的池塘 想着终于可以和臭哄哄的奶嘴说再见了 小公主卯足吃奶的力气往前爬 万万没想心的问题又来了 小公主刚靠近池塘的手 在距离66.666米的位置就顿住 任凭她再怎么用力去靠近 她内部灵活的身子和短小的手臂压根够不到池塘 由于婴儿的身体根本就弯不下腰 一旦弯下腰就容易掉入池塘 想到不洗又得和脏兮兮的奶嘴度过好久 小公主的小拳拳握得打崩萃 突然小公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坐着不行那她就趴着 通过这种办法 小公主终于成功地让奶嘴沾到了水 可捞起来一看奶嘴还是脏兮兮的 也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灰尘 正当她沉迷起奶嘴的时候 一个身影出现在小公主身后 男孩一声你是谁给小公主吓的 好不容易洗好的奶嘴瞬间飞了出去 落在了男孩的脚下 小公主此时的眼中只有奶嘴 丝毫没注意到站在她面前的男孩 竟和她拥有着同样的阴色瞳孔 刚出生的婴儿第一次尝试洗奶嘴 却发现水池源比她高多了 就在她望着水池不知所措时 克劳恩家族的主人正好路过看见了这一切 男人克劳拉连忙询问那个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听管家说是一顾小少爷的女儿 克劳恩一脸震惊 那孩子不是才出生没几天吗 很快克劳恩家族的冷血二公子闪亮登场 当他发现水池边的小公主 原本也是一脸诧异 但当得知小公主是他弟弟的女儿 二公子只是冷冷一笑 原来是弟弟和来历不明的女人生下的孩子 虽然小公主身体里流淌的不是纯种的家族血液 老爷子看见小公主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的样子 还是不免惊出一声冷汗 好在我们的小公主借助水池的围栏很快稳住了身形 老头子这才放心 不过也为刚才的举动感到尴尬 反观二公子却是一脸冷酷 周身杀气环绕的他冷冷说道 那孩子在这里只能说明照顾他的女仆没有尽职 这份肃杀之意也让女仆心中一己 好在老父亲出面调停 夏洛特这才作罢 而我们的小公主丝毫没注意到身后发生的一切 此时的他只想清洗自己咬了三个月的奶嘴 可怎样实力不允许 虽然小公主是活了三百岁的魔女转世 他最终也只能选择放弃 突然小公主注意到了站在身后的老爷子和二公子 此时的他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好在自己刚刚没使用魔法 不然就被他们看见 自己那让人尴尬的姿势了 一看到夏洛特这张脸 小公主就想到了自己十六岁时认识他的场景 这个男人看不起普通人 只跟有品味血统的人交流 最难对付的还是这个家族的老爷子克劳恩 想到这两个钱是最大的劲敌 小公主不禁握紧了小拳拳 自己这一世一定要征服这两个男人 于是当夏洛特让女仆将小公主带回房间休息时 我们的小公主以为他们要阻止他洗奶嘴 手脚并用的在地上奔跑起来 而这正好也被两父子看在眼里 让老爷子震惊的是 夏洛特直接来了剧 这小家伙真像一只蟑螂 因为在夏洛特眼里 他一开始就不想承认小公主是直戏血统 活了三百岁的小婴儿 仅仅因为洗了的奶嘴 竟被自己父亲的哥哥说成是蟑螂 甚至还想将他偷偷杀死 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疯起来 自己人都看得疯子 却有一个软弱爱哭的孩子 虽然同样拥有银色瞳孔锐利的眼神 可在小公主看来 眼前这个男孩就是一个幼稚的小软蛋 还知道提醒自己别在池塘边洗奶嘴 如果被他父亲发现一定会完蛋的 因为在他的父亲夏洛特看来 只有和他同样身份的人才配合他交谈 即使大魔法适合拉出深寒门也会被他瞧不起 想到这小公主气得直垂地板 估计也只有那个冷血的家伙 才会给他安排恶毒的女婆 紧接着小公主又偷瞄了一下男孩 看长相对方估计也就五岁的小鬼头 再回想到自己 要是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好好学习魔法 估计等到五岁已经可以吊打好多人了 想到所以这小子压根管不到自己 小公主对着小男孩挥了挥手 就要继续去洗自己的奶嘴 没办法谁让小公主天生自带洁癖 虽然三秒钟捡起了奶嘴 他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小公主正卖力地洗着奶嘴 男孩再次提醒到他的父亲 不喜欢像小公主这样的小孩子 这份笨笨的执着也让他感到一阵无语 给了男孩一个白眼 随后转过头继续洗自己的奶嘴 乃至小男孩更加紧张了 你这样真的会被赶出去的 上次有个侍从擅自闯进来这里 就被父亲打断腿打了出去 听男孩这么说小公主 咯噔一下定在了原地 心中也在暗暗吐槽 怎么会有这样的疯子 可这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小公主现在只想赶紧洗完奶嘴回去 没想男孩反而生气了 气鼓鼓地像个九百斤的大胖子 不自觉说到他的父亲 让小公主更无语的是 男孩竟然和还只是婴儿的他 不自觉说了很多有关他父亲母亲的事 虽然男孩说得很伤心 当着他的面哭诉起来自己想妈妈 可小公主却丝毫不想去关心 那个冷血疯子的家世 而且自己也压根不会哄小孩 想到要早点回去免得被女仆 发现小公主决定先离开着 万万没想刚要离开 那个冷血疯子夏洛特竟然真的来了 跑在小公主一个翻滚躲进草丛里 这才逃过被发现的厄运 他可不想被眼前这个疯子挑断脚筋 可小公主不知道的是 冷血夏洛特其实已经发现了他 此时的夏洛特眼神冰冷中 透露着一股杀意 心中暗暗想着 要不要以误认 他是入侵者措手杀了这个小家伙 别看这个男人长得很帅 其实他是一个冷血疯子 属于那种疯起来 自己人都不放过的铁血恶鬼 所有被他视为废物的臭虫 都会被他灭杀 就连自己亲弟弟的女儿赫拉 他都有种想念死的冲动 要不是碍于老父亲的面子 小公主赫拉早就上西天 取金钱把回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铁面杀神 却有一个爱哭鬼的儿子 从儿子口中得知 几个月大的小公主赫拉 刚才来着洗过奶嘴 男人夏洛特只是冷冷一笑 话说那个孩子 竟然为了洗个奶嘴 爬了三条街来到这里 还真是有趣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小公主赫拉 正躺在寝宫为肚子饿而发愁 因为自从他昨天 偷跑出去洗奶嘴后 他再也没吃过任何东西 回去的时候 女仆也明明没有发现他 可为啥都快下午一点了 都还没人来给他送饭了 想到这小公主 起初觉得可能是女仆 发现自己偷跑 故意不给他吃的 但转念一想女仆 应该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难道是夏洛特 发现自己去过吃汤 加上自己体内 那不纯净的家族血液 所以他故意让女仆 不送饭好饿死自己 想到这小公主 气不打一处来 好歹自己也是个宝宝 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 他发誓自己以后 一定要让夏洛特好看 为了报仇小公主决定 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食物 很快小公主 凭借厨房一般在一楼的经验 找到了厨房的位置 检查完四周 发现无人后 小公主一个鲤鱼 打挺平躺在地上 随后举起四肢 像拉臭臭一样发动魔法 将厨房大门顺利打开 可很快新的问题又来了 作为婴儿的 她现在可以吃什么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 标着苹果的小孩 只有不到一岁 由于一直没人给她送吃的 为了填饱肚子 魔女转世的小赫拉 偷偷溜进了厨房 可牙都没长齐的 她什么都吃不了 最终她在角落 找到了又大又红的苹果 可现在的赫拉压根拿不动 好在小家伙机智 将奶嘴放在手心 最后选择了 口雕苹果的方式搬运 接下来两周 小赫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获取食物 虽然这几成果 让小家伙很满意 可让她惊讶的是 这两周以来 竟然没有一个人 打开过自己住的这扇门 如果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婴儿 估计早就饿死在这 这天小赫拉 再次准备外出寻找水果 却正好遇见了 夏洛特小公爵的儿子 在那哭着喊妈妈 小赫拉一脸厌恶 这个爱哭鬼竟然在这里 那她这次不能摘果子 只能去洗奶嘴 小赫拉原本并不想 搭理这个爱哭鬼 乃至男孩竟然 诚恳地表示要帮她洗 小赫拉听完 瞬间待在原地 毕竟这个提议 她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 况且她的手已经洗得很痛了 想到这小家伙又狂吸了两口 然后将奶嘴递给了男孩 很快在她的帮助下 奶嘴焕然一心 小公主赫拉也对男孩的表现 颇为满意 可下一秒男孩又来了句 她不能来这个地方 小家伙摆了白手 直接选择巫师 这家伙实在是太烦了 每次都和自己说那种话 扒拉着草坪正要离开 一声惊天巨吼 传来给两人吓了一跳 原来是一只狮 就突然喘了进来 要知道这妖兽 最爱捕捉幼小的生物 而男孩这回还反应 迟钝的在那问那是什么东西 都说哥哥保护妹妹是天惊异 那你见过妹妹守护哥哥的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妖兽 不满一碎的小赫拉 疯狂敲击哥哥的球鞋 提醒他狂跑 可这哥哥明显是个傻瓜 还冷不丁地问道 宝宝你怎么了 没办法还不会说话的 小赫拉只能光速逃离 就在妖兽的力爪 要抓向哥哥时 那个让赫拉最讨厌的 小公爵夏洛特出现 成功就下了他名义上的胳膊 躲在树后的小公主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冷血的男人 竟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有了这个家伙出现对抗魔兽 他应该也算安全了 面对凶兽男人丝毫不惧 一个飞身便冲了上去 趁着夏洛特和凶兽缠斗的间隙 小赫拉赶紧往自己的寝宫爬 他可不想被这凶兽给阴上 回想起刚才自己好心想救男孩 他却傻乎乎地只知道眨眼睛 小公主就感觉到一阵莫名心泪 好在最后有人愿意出来救他 为了缓和一下自己的心情 赫拉直接抱着一颗颗草莓大块躲一起来 让他意外的是正吃得津津有味 身后却出现了魔兽的影子 这该死的压迫感 竟让魔女转世的小公主 都感到一阵莫名心慌 当小公主转过头望着妖兽时 对方也在看着她 那样子好像在说你跑不掉的 怪怪做我的食物吧 就在赫拉以为自己要完蛋时 魔兽巨鹰直接破窗冲了进来 给小公主吓得飞速逃跑 要知道这魔兽性格恶劣又悲 她从来不给猎物魔路 到手的猎物只有被她折磨致死的份 更糟糕的是面对如此凶猛的妖兽 她一个魔女转世的婴儿 虽然知道对方的弱点 可魔力不足的她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更让赫拉哭晕的是她在生死关头 竟还要狂吸自己的奶嘴才能保持清醒 嗜血好战的魔兽不惧刀剑 却唯独害怕小孩手中的绿色葡萄 为了赶走将自己视为食物的施旧 最强魔法师转世的小赫拉 从容拿起一根葡萄叶 放入掌心拼命揉搓 小公主赫拉本以为通过味道 能够给魔兽恶心走 乃至还是忽略了施旧吃她的决心 眼看自己的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 赫拉最讨厌的小公爵夏洛特 竟然出现在眼前 只一即便灭杀了强大的魔兽 小公主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被一项冷血的夏洛特给救 好不容易对这个男人产生一丝好感 乃至下一秒夏洛特来了剧 为蟑螂你没事吧 还露出一副令人不爽的冰网神情 给小公主气得恨不得生死了这家伙 让人意外的是 两人正上演着一场眼神间的巅峰对决 老公爵竟然突然来了 一脸迫不及待的询问是就解决了吗 更让老公爵惊讶的是 不到十个月大的小公主竟然也在这里 这也给赫拉搞得一阵无语 这里明明就是她的房间 不用想就知道为什么在这 然而更让小公主顾解的是 这两人还一直直勾勾地盯着她 盯着她毛骨悚然 当老爷子从夏洛特口中得知 头都要大 看着小家伙在那里剪散落一地的苹果 老公爵震惊的表情像吉尼手机里第一个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想不到贵族家族的小姐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立马让管家凯特将小公主的专属女仆全部带过来 虽然夏洛特表示为一个血液不纯净的小家伙 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 老公爵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再怎么说这个孩子都是他儿子巴利安的孩子 流淌着一半家族的血液 然而让老公爵震惊的是 小公主的专属女仆竟然有60个 说好了将专属女仆呢 你们要让我把话多说一点吗 这可怕的威压只给几个女仆下的灾力在原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这个男人怎么也不敢相信才十个月大的侄女 竟然爬进了他的后花园偷水果 而且还建了一个水果基地 听说小公主没人照顾的老公爵克劳恩更是一脸震惊 要知道小赫拉还是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 而让老公爵无比愤怒的是 侍女竟表示他们最后一次照顾小公主是在两周前 也就是说小公主有接近两周都没有饭吃 给他气得上去反手就给了管家一个大嘴巴子 让他以后好好管理手底下的人 这反应也让赫拉一阵无语 明明之前对他不闻不问的就是这个老头来着 可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 就在魔女转世的小赫拉准备悄悄离开这里时 小公爵夏洛特直接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让小公主一阵不爽 哼这个疯子突然将自己领那么高 难道想摔死他吗 见夏洛特冷冷地盯着自己看不说话 小赫拉一脸小傲娇地扭过头 让小公主意外的是自己之前偷水果的事情 全让冷面疯的夏洛特给抖露了出来 由于被人当个棒主一样拎着很是尴尬 小赫拉拼命挣扎 甚至高举右手表示抗议 夏洛特经不住小孩子的哭闹 最后只能将小公主放在地上 万万没想刚消停一会 老公觉得魔掌又生了过来 虽然老头子只是想简单抱一下自己的孙女 可小公主却不那么认为 光靠神经反射便飞速爬离了现场 徒留老爷子在原地一阵尴尬 活了三百岁的魔女怎么也想不到 重生后的她会被前世的死敌争夺拥抱权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场面 小魔女赫拉本能地往后闪躲 和相对和蔼的管家来了段亲密拥抱 老少公爵想到之前自己去抱小公主被揣的场景 感到一阵尴尬 小魔女赫拉更是直接指着他们的鼻子来了句八蛋 给老公爵弄得满头问号 可管家却将八蛋理解成了爸爸 小赫拉也是对她的理解能力感到无语 好在小公爵夏洛特聪明 一眼就认出这小家伙是在骂人 看着小赫拉对她挥动小拳拳 更是露出了诡异的迷之微笑 很快小赫拉在管家的怀中慢慢睡着 让人意外的是 原本想杀死自己侄女的夏洛特 却一反常态地为小赫拉说起了话 就算她身体里只有一半的贵族血统 也不该被不守广分的仆人看不起 既然你们不会照顾小公主那都杀了吧 这话也给女仆们吓得瑟瑟发抖 管家表示她会处理好这些人 带夏洛特走后 老公爵吩咐管家给小赫拉 安排新的女仆还有房间 让管家意外的是 公爵还让她叫医生来给小公主检查一下 很快小公主便拥有了新的房间和女仆 小赫拉怎么也想不到 身为大魔法师的 她以前受了多大伤都能挺过去 现在却败给了磕睡 更让无语的是为啥房子女仆都换了 唯独之前脏兮兮的奶嘴不给她换 还要在奶嘴上像一条狗链子是啥意思 明明外表是个人畜无害的女仆 可她却变态的想将小公主当狗一样喂养 虽然魔女转世的赫拉只有含着奶嘴 才能保持大脑清醒 但这样也意味着她会被饿死 可这个变态女仆却美名其约 这样是为了训练赫拉 让她变成安静的乖小狗 赫拉听完一阵无语 这个女人竟然将她这么可爱的婴儿当成狗 想到这小公主决定逃跑 魔力展开的瞬间小公主飞到了半空 而这个变态的女人 却把她当成了会飞的小狗 这让赫拉越发气烦 感到绝望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来人正是小赫拉最讨厌的冷面公爵夏洛特 想到或许就是这个男人 安排变态女仆来报复自己的 小公主立马转变方向寻找出路 没曾想公爵夏洛特 却朝她微笑地走了过来 前面是自己前世最讨厌的男人 后面是人性有趣的女婆 小公主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正想在侧门打开的瞬间 掠过两人逃到外面去 被夏洛特再一次拧在了半空中 你这个小东西怎么又一个人到处乱爬 不过这次的语气却出人意料的温柔 给赫拉震惊的表情像吉米水机里第二个 没想这个时候老公爵也来了 就在小赫拉为翩翩这个时候 遇上这两人发愁时 夏洛特注意到了他嘴巴上的狗链子 看到小赫拉颤颤巍巍的眼神 一向敏锐如斯的夏洛特 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虽然这个变态的女婆 还在故作镇定的演习 说她是一不小心让小公主偷跑出来了 夏洛特只是冷冷说道 我跟你说过要好好地照顾她的吧 沙利文男爵夫人 听到男爵夫人的称呼 小赫拉在一次震惊在原地 这样的女人竟然也配当部族 本以为这次肯定是逃不过女人的魔掌了 夏洛特却出人意料地笑了笑 然后只向小赫拉嘴上被缝制了狗链的奶嘴 可可你说说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给人带 沙利文男爵夫人 难道你想死吗 她是帝国最不能惹的冷血公爵 狠起来连自己都看了存在 可这个女人却想将她的侄女当狗一样驯养 虽然小公主体内只有一半家族血液 曾经被男人说成是蟑螂 可这也不是男爵夫人那样对待她侄女的理由 面对如此变态的女人 小公爵夏洛特用死神降临般的语气冰冷说道 假如你再动她一下 以后帝国的族谱里将再也找不到沙利文男爵的名字 听闻这话女人彻底待在原地 还不死心的女人随即转向老公爵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可迎来的同样是老公爵的怒斥 一旁的小公主赫拉也为这个女人感到无语 都这个时候了还死不悔改的说是为了孩子好 拿起奶嘴就是一顿啪啪啪 让人意外的是 这女人见辩解不成直接开始撒泼 她想不通为啥公爵要为这肮脏又卑贱的血脉 去抹杀掉一个长期合作的家族 小公爵夏洛特只是冷冷一笑 你说的对这就是肮脏又卑贱的我决定的 所以沙利文男爵夫人你不打算按照我说的做吗 此时的夏洛特犹如一只具有强烈压迫感的冷兽 只见她一把捏住女人的上巴 冷笑着说到你听好了就这样回家闭上你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帝国的街上 最好把窗帘也拉上 听闻这话女人彻底贪软在地 更让她绝望的是 代表帝国最高权势的夏洛特 竟让她永远那么呆着 直到克伦的血脉消失在这片土地为止 要知道克伦与皇室之间关系密切 传闻皇帝都对他们无可奈何 就这样在夏洛特的强势威压下 变态女人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 临走前表示她从今天开始就会回家好好待着养领 看到先前还想杀死她的男人为自己出头 小赫拉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景色 虽然这家伙平时看着很讨厌 但现在看来对方并非那么无药可救 而眼下她需要想想 该如何利用魔法向那个变态的女人复仇了 她可不能那么便宜了那个女人 明明还只是十个月大的孩子 身上的伤痕却让活了几百岁的老中医都触目惊心 这孩子除了发育比同龄人要晚 营养不足也是特别严重 让医生匪夷所思的是 才十个月不到的孩子竟然会自己找吃的并藏起来 而更让她惊讶的是 帝国最强克伦家族的两位冷面之助 到底是怎么允许小公主这样的私生而踏入这里的 虽然老公爵作为爷爷心疼自己的孙女还是有可能的 可被视为冷面杀神的小公爵夏洛特为啥会这么关心小公主 他跟随克伦家族行一几十年 小公爵明明一直和孩子的父亲巴厉安关系不和 虽然万般不解 医生还是很专业的给出了意见 从那以后魔女转世的小公主发现 膝盖被裹上不和爬行起来再也不疼了 而且她还因祸得福有了新的奶嘴 唯一有一点夸张的是这个纯精打造的奶嘴 让小家伙感叹真的是给人用的吗 不过即使有了新的奶嘴 小家伙还是想要已经很刚的木质奶嘴 而且就奶嘴像项链一样戴了绳子 她再也不用担心都市了 为了像之前将自己当狗一样对待的恶毒女不复仇 小赫拉晚上悄悄扎起了稻草人 有了这样一个诅咒稻草 再注入她的血和魔力在燃烧 黑魔法就能顺利完成 然而因为魔力小耗过多 小赫拉就这样莫名睡着了 当她第二天再次醒来时 赫然发现自己昨晚做好的稻草人竟然在女仆手里 这咋办要是被发现肯定完蛋 听女仆说要给她做更好看的玩具熊 小赫拉直接发动泼皮打滚技能 而这办法果然有效 小公主很快就拿回了诅咒稻草 唯一让她意外的是 公爵心安排的女仆竟然又善良又温柔 和之前那个变态的女仆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且把奶嘴挂脖也是她的想法 当女仆看到金奶嘴的时候的表情 和她几乎一模一样 虽然前世的赫拉不喜欢女人太亲近 可现在还是对眼前这个女仆产生了依赖感 听女仆说要带她出去散步 更是开心的飞 爷爷第一次想拥抱自己的孙女 小公主却视而不见地扭过头去 就连自己哥哥的拥抱 她也是表现得无比抗拒 好像这个哥哥身上有傲力给一般 只因小公主是活了三百年的魔女转世 而魔法是和骑士是永远无法成为好朋友的 所以来自哥哥很单纯的关心 在她看来也只会是一种凡人的累赘 更让她无语的是 前世的死敌今生的爷爷 竟然要教她一个离岁不到的孩子社交礼仪 不过好在不是冷面小公夏洛特那个家伙 面对一老一少的疯狂是好 小赫拉现在想的只有如何将自制的诅咒稻草烧掉 很快到了晚上 小公主正想蹭晚上悄悄将诅咒稻草烧掉 却碰上了白天那凡人的哥哥 眼看爱哭鬼大半夜要吵醒所有人 小赫拉上去就是一个重拳敲击让她安静 紧接着两个夹起来不足三岁的小家伙 便上演了一场摸头沙 听哭得像小狗的哥哥说她想妈妈 小赫拉一阵无语 毕竟她也解决不了这种问题 只能选择默默陪伴 待哥哥情绪稳定后 小赫拉又开始了她的烧到草人之旅 不过现在的她发现尝试走路 好像比在地上怕舒服多了 可这又再一次引起了哥哥的好奇 就这样小赫拉在前面走 爱哭鬼哥哥在后面跟着追 还时不时地问她要去哪 给小赫拉整得很是无语 本想随便回答应付一下 乃至平时胆小爱哭的哥哥 却听懂了她的话 妹妹你是在着火吗 更是拽起小赫拉的手 就要去壁炉那边 让小公主意外的是 小孩子之间的身体接触 竟让她丝毫没感觉到抗拒 眼前这个小家伙 虽然长相和冷面杀神夏洛特完全一样 可她的行动却是个很平常的孩子 很快在名义上的哥哥的帮助下 小赫拉顺利将诅咒稻草丢进了火堆里 让小公主意外的是 这个爱哭鬼竟说 自己害怕让小赫拉陪她一起睡 怕黑的哥哥第一次请求妹妹陪她睡觉 妹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只因为妹妹是活了三百岁的魔女转世 抗拒小孩是一方面 刚向变态施展完黑魔法的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然而让小赫拉意外的是 这哥哥不仅爱哭还是个耸淡 仅仅因为看了一眼黑暗处 就被吓得一把搂住了小赫拉的腰子 虽然小公主表现得无比抗拒 可这哥哥却以为妹妹是害羞 还要把自己软绵绵的大床让给妹妹 没办法小赫拉只能妥协 然而看着对方高档的卧室 再对比自己光脱脱的房间 小赫拉气得垂胸顿足 难道就因为自己血统不纯 就该如此壮男轻女吗 刚想着名义上的哥哥有点小帅 这家伙竟直接一个公主抱 将小赫拉拧了起来 然后塞进了她的小被子 还傻不愣地给小公主说 自己是哥哥凯依莎 有他在什么也不用担心 就这样在这个小家伙的照料下 两人竟然都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小公爵夏洛特 从手下口中得知 沙利文男爵来了 原因是男爵夫人昨晚莫名死亡 而且身体被烧焦了 所以他们怀疑是小公爵宁坐的 夏洛特听完一脸淡定 这很正常毕竟一周前 为了报复男爵夫人 将自己的侄女赫拉当狗 一样对待的行为 他们家曾被自己洗劫一空 怀疑自己很正常 但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做任何事 从没有入侵痕迹来看 多半是中了某种黑魔法 而且这沙利文男爵夫人喜欢训狗 还喜欢将小孩当狗一样对待 这样的变态遭遇被谋害也实属活该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女仆正四处寻找着 他的侄女小公主赫拉 得知自己一个月大的侄女失踪 他却笑得一脸灿烂 因为只要他一笑 就会有人跟着遭殃 然而让女仆意外的是 小公爵这次只是问了 去最东边的庭院找了吗 以前小赫拉经常会 偷偷爬进去偷水果来着 有人闯进他东边的院子 就会被气打洞脚丢出来 而且他还有着独特的天赋 光凭眼神就能看出一个人有没说谎 与此同时老公爵也来了 在得知自己的孙女失踪后 他的反应显然更正常一点 将魔杖往地上一处 无比震惊地朝着女仆那喊道 那一丁点大的东西到底能去哪里啊 面对老公爵的威亚女仆只能默默道歉 如果夏洛特是表面平静的湖水 那么老公爵戴沙尔就是熊熊燃烧的猎火 好在小公爵出面解释 与菩萨性勉勉喃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小公主赫拉此时正做着噩梦 前世的他对徒弟掏心掏肺 最后却惨遭背叛 突然他被一个声音惊醒 定睛一看原来是小公爵的爱哭鬼儿子 问他要不要起床吃饭饭就算了 还在他面前掩饰起内尴尬的进食动作 活了三百年魔女的转世的小赫拉 自然一阵无语 突然他眼前一亮 自己的心脏竟被一团黑色魔法雾气笼罩 这样的话难道意味着他的诅咒成功吗 而他也将重获魔力 谁能打出这个字 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 别看这个女人长得一脸纯真 实则是个变态 竟将一岁大的孩子当狗一样喂养 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举动 直接玷污了一个活了三百岁魔女的尊严 为了报复男爵夫人 小公主赫拉发动了黑魔法诅咒 可万万没想诅咒成功后 男爵夫人虽然死了 可自己的身体也莫名的发烧起来 更无奈的是爱哭鬼哥哥 天天这个时候还要带他去吃饭饭 虽然小赫拉拼尽全力想说出不要两个字 可最终迎接他的却是一时渐渐模糊 与此同时寻找小赫拉的冷面小公爵来了 可在迷迷糊糊的他看来 对方却更像一座白糊糊的大山 当公爵将脸靠近时 他模糊终止感觉山变大了 紧接着就是伸出手那么一抓 这举动给一旁的爱哭鬼哥哥和孔家多下来一条 这小家伙竟然将帝国最狠的男人的头发 当杂草拔了下来 让人意外的是小公爵非但没生气 反而伸出冰凉大手抚摸起小赫拉的额头 原来是发烧了呀 听到夏洛特的声音 小赫拉一阵无语 难道是这家伙来跟自己抢冰蛋 紧接着就听见身后传来贴心保姆贝拉的声音 与此同时老公爵也出现在赫拉面前 可在赫拉的眼里 对方却像一座灰色的大山 让老公爵意外的是自己伸出手去摸孙女时 赫拉直接抗拒地扭过头去 心里一边想着为啥总有奇怪的东西想靠近自己 一边伸出手喊着贝拉 回到贝拉怀抱后的赫拉显得无比安静 因为在小公主看来 只有温柔如水的贝拉 对于现在的她是才是真正无害的 很快在小公爵的吩咐下 贝拉带着小公主离开后找医生看病 而一向聪明过人的小公爵 很快也从儿子口中得知 小赫拉会出现在她这里的原因 原来一岁的妹妹又偷跑出来了 还让她帮忙找有火的地方 好像很冷的样子 从第一次见面 男人就想杀了自己的侄女 可现在得知小赫拉发烧 拥有冷面杀神称号的小公爵夏洛特 却对她表现得无微不至 更让赫拉意外的是 就连最初对自己爱搭不理的爷爷 也不经意对她露出关爱的神色 可即便如此魔女转世的赫拉 也依旧不自觉想远离他们 毕竟赫拉也不想和前世的死敌扯上关系 让她无语的是 病好后保姆贝拉24小时的贴身照顾 让她感觉像牢笼就算了 就连夏洛特的儿子 每天也会像个闹钟准时来烦她 这次更是不知道 从哪拿来一本魔法书 给赫拉震惊的表情 像吉尼手机里第一个 这书不正是自己前世 作为魔法师时写的吗 正当赫拉思考着 这种稀有的黑魔法书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时 那个烦人的哥哥来了 剧宝宝快看书上这人偶 是不是和你之前做得很像 但是书上的人偶看着丑多了 虽然被人夸是好事 但这话从夏洛特儿子口中说出来 却让赫拉吃了个大惊 这要是被夏洛特那家伙知道 自己肯定暴露 更让赫拉无语的是 这哥哥竟然蹭她不备 伸出百米粗的大拇指戳她的小脸 嘴里还巴唧巴唧地喊着宝宝真可爱 小脸肉嘟嘟地像个黑瓶 殊不知在小赫拉她们 自己好歹也是活了几百岁的魔女准时 被小孩摸自己冰贵的脸也太美 听傻哥哥说小公爵夏洛特 要召集了一堆人参加茶话会 小赫拉陷入一阵沉思 夏洛特这家伙找那么多人 却唯独无识自己 不愧是想将他赶出去 不过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家 正得意洋洋地想着逃跑境 傻哥哥突然来的剧 小公爵夏洛特为了修缮家里的魔法物 还专门请来了很多魔法师 听到这话小赫拉震惊地呆立在原地 要是自己遇到前世的死敌魔法师该砸枕 毕竟现在的自己压根打不过 正想着宝谷被拉端着他最爱喝的苹果水来了 一看动这美味的苹果 小赫拉的行情瞬间美丽极了 阿巴阿巴地就吃了钱 吃完后还不忘打个宝珀 让小赫拉意外的是 对自己温柔如水地被拉说 带自己去散步 结果却给他带到了自己最讨厌的老爷子面前 爷爷第一次想摸孙女的头 小赫拉却一脸不悦 甚至当着她的面头也不回地滚开了 这波操作也让老公爵一脸尴尬 心想这孩子还是那么敏捷 紧接着老公爵就在抽屉里找了个东西 神神秘秘地丹西跪在他身前 殊不知这在赫拉看来 却以为对方想对自己图谋不轨 这家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东东 难不成等了那么久 现在才想起来杀我这个宝宝吗 一想到自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无处可逃 小赫拉被吓得紧闭起双眼 正想着自己堂堂魔女转世 难道真要就这样死了 一句你喜欢这种东西吗 让小赫拉不自觉地睁开了双瞳 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黄颜色的大修狗娃娃 小赫拉怎么也想不到一项冷傲的老公爵 竟然会送自己娃娃 而且这娃娃似乎也不是诅咒玩偶什么的 让赫拉震惊的是 这娃娃眼睛上竟然镶嵌着 价值不菲的魔法石 看着小赫拉伸手就想去抓 可这在老公爵看来却想着 果然小孩子就是喜欢这种东西呢 看来以后有办法对付这小家伙了 随后趁赫拉不注意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 然而这份宠爱在小赫拉看来却无比扎心 扑腾着小手就要挣扎开来 没想迎来的确是老公爵的一句 看你这小家伙乱蹬腿的样子 身体应该是好多了吧 说话的声音也是温柔如水 这一场的举动也让赫拉不知所措 这真的是戴沙尔 克伦吗 过去每天都要大骂我几千次的那个人吗 不管是迪士友 只要心情不好就会大发脾气的冷面杀什么 正想着老公爵克伦竟然破天荒的来了剧 来宝宝按一下这里 玩具里突然传出的哭声直接给赫拉吓了一跳 这熟悉的声音 难不成就是传说中会叫的兔子熊 帝国的孩子们的喜好还真是特别 想到娃娃上的魔法石可以为自己所用 赫拉直接一把取了下来 地旁的老公爵一脸惊恶 这小家伙竟然还能看出哪个柜 紧接着又掏出一枚魔法水晶 问道你是喜好这个吗 叫声爷爷给你一块金砖 这是你肯干吗 面对老公爵的诱惑 魔女转世的赫拉一阵无语 为啥这家伙总想着我喊他爷爷 可以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金砖 赫拉还是不由自主地准备爬过去 没成想这老公爵进来的剧 要走着过来才行哦 虽然对方是有点多 但为了得到宝贝赫拉 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没曾想仔细一瞅 老公爵一该往日雷霆模样 甚至双膝跪地向自己伸出了双手 当小赫拉即将到达身前时 更是一把将他举了起来 嘴里还喃喃念着 如果正式见到你该有多好 眼神中充满了对赫拉母亲的那份悔恨 当听到老公爵叫自己的小名时 赫拉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 这家伙每次叫自己都不带上克伦的信 可能骨子里不接受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吧 但相比之前已经让人很意外了 真想着老公爵破天荒地来了剧 话说回来 小家伙你上次叫那个侍女的名字说得很好 想到自己将被拉叫成被哀 这家伙竟然还是说好 小赫拉一阵无奈 这家伙今天还真是奇怪 正想着老公爵竟然严肃地来了剧 小家伙能叫我生爷爷吗 这一生爷爷给赫拉说得一脸猛 要知道前世这家伙不知道有多霸道 想到自己前世身为顶级魔法师 却被最亲近的人给陷害 小赫拉一阵伤感 但一想到老公爵之前对自己爱打不理 现在却反过来让他叫爷爷 小赫拉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像是那种为了五斗米折腰的那种人吗 正哼急一声摆过头去 老公爵竟然又掏出一枚明晃晃的金条诱惑 这谁顶得住 小赫拉上前就是一个爷爷 毕竟只要有了这宝贝 自己很快就能在四岁的时候独立起来 叫十生爷爷都是值得的 看着小家伙机灵又贪心的样子 老公爵意味深长地摸了摸他的头 以后都要叫爷爷 如果我当时接受了你的妈妈谢丽娜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呢 这幅让人看了怪难受的神情 也让赫拉感到一阵伤感 原来人真的会变 正想着老公爵来了剧 拿剧完把以后乖乖叫爷爷 想要多少给多少 必想到每次都能有宝贝 小赫拉开心到飞起 又送上一生爷爷 这势力的样子也让老公爵一阵疑惑 小家伙的父亲巴利安 好像没啥物欲啊 本以为一切会好好的 哪知很快小赫拉就遇上了找世的人 同样都是穿尿不湿的年纪 男孩却想将一岁大的公主 当狗一样使唤 而还只会爬得公主更变态 玩游戏直接将三个小孩 玩进了海里 不过赫拉也很无语 明明上一秒 她只是简单陪识你参加个宴会 结果就遇上了这么三个中二小孩 魔女转世的赫拉本不想搭理 哪知大男孩竟嘲笑 她是个只会爬的班主 说话难听就算了 还大听广众对她来了个爱的嬷嬷 看赫拉一脸不服的样 伸出拳头就要再次抱抱她 这也彻底激怒了赫拉 要不干脆把他们全杀了吗 不过仔细想想 对面毕竟只是上幼儿园的小孩 赫拉便打消了那个念头 小手往地上一摸 一块百斤重的石头就砸向了男孩面 我该这就是惹我的下场 最后便和三个大孩子展开了归途赛跑 没想因为小孩子的体力有限 最后还是停在了食堂边 眼看就要被三个大孩子抓住 赫拉也悄然解下了胸前的魔精石 你们这群砸碎死定了 殊不知平时爱哭的哥哥正四处寻找她 没想正好被冷峻的父亲夏洛特撞击 得知儿子在寻找小家伙赫拉 夏洛特也是一阵无奈 因为赫拉每次到处乱忙 就会让她想起不听话的地理 而就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救命声传来 夏洛特走近一看 就看到了让她震惊的一幕 三个小孩正在半空玩着魔力转圈圈 其中一个男孩 更是穿了十年的尿不试都尿舌 而始作勇者竟是自己一个月大的职女 是错觉吗 此刻身为帝国最强骑士的夏洛特一连不利 为啥那么小的孩子会使用魔精石召唤魔物 而此时的赫拉正看着求饶的大孩子发呆 回过头也看见了出现在她身后的夏洛特 一场以大欺小的游戏 她却把三个大孩子玩到了天上 等到她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曾经因为自己长得丑 就想杀死她的亲就站在了她面前 面对最讨厌黑魔法的男人 小赫拉立刻装傻充了 谁知夏洛特压根不吃她这一套 还让她将天上的三个熊孩子放下来 她本不想妥协 但无奈自己的奶嘴已经被夏洛特拿走 没有了奶嘴 她感觉自己250的智商下降了208 魔力展开的瞬间 小屁孩们就落到了地上 还不等赫拉反应 三个熊孩子就像见了鬼一样跑得没影 让赫拉更无语的是 当时自己辛苦叫爷爷才换来的魔精石 也被夏洛特给没收了 这不是蹭火打劫吗 小赫拉立马不干躺在地上 就来了一场脱皮打劫 没想迎来的却是夏洛特的微微一笑 那表情像吉尼手机里第一个 相比被抢走的魔精石 男人的微笑更是让赫拉感觉可怕 画面一转他们回到了宴会现场 看着几个熊孩子都能躲进父母的怀里哭泣 赫拉突然也好想保姆被拉 没想在他回头的一瞬间 爱哭鬼哥哥已经把鼻子凑到了他脸上 你没事吧 看着赫拉身上脏不溜秋的衣服 男孩又问道 你的衣服怎么都脏了 听把赫拉赶忙高举强壮的歌王 表示自己没事 然而这傻乎乎的一幕竟然被夏洛特看了 不过还没给他缓神的功夫 找麻烦的人就来了 公爵大人 我听娃说这个婴儿想用肮脏的魔法杀害他 没想男人听把却是呵呵一笑 你开什么玩笑 婴儿怎么会用魔法 要知道最有天赋的儿童 也要到四岁左右才能出此使用魔法 你不会觉得婴儿可以使用魔法 让几个孩子掉进水里 但女人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 还拉着自己的孩子来指证 没想一旁的赫拉开始了装傻模式 那种傻的程度 就连女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个智者 夏伦特则双手插腰 眼神也变得越发犀利起来 你要这么说 我当时还看到 你的孩子正想把这小家伙推进水里 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而此时老爷子也赶过来 看到赫拉魂身脏兮兮的还受了伤 老爷子怒了 是谁敢动我克伦家的血脉 都说女儿是家里的小棉袄 这对父子却恰恰相反 侄女只是爱运动了一点点 男人却觉得他像个蟑螂 见自己孙女快摔倒 老爷子也是表现得无比淡定 当然宝宝也不在乎 一个月大的脑袋里 满满都是怎么离家出走 这次更是撞见了几个骂他的三岁小孩 为了自保宝宝拿起石头念祖的魔物 发能量 夏娃小娃小魔仙全身变 结果就给他们玩到了海里 宝宝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狠狠教训了几个熊孩 之前不喜欢他的家人都站出来为自己撑腰 先是夏伦特问来找麻烦的女 你打算怎么赔偿我家宝宝 再是老爷子亲自出面 对着宴会上的贵族吼了 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把我孙女伤成这样 虽然宝宝以前也见过老爷子发脾气 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发这么大话 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老爷子的这个举动给吓到 宴会也只能提前结束 临走之际 赫拉看着男孩脸上惊恐的表情 他知道这小子已经得到教训 随手比了个手势 让你欺负我 傻逼 本以为这事情就这么过去 怎料第二天吃饭时 夏伦特突然从怀中拿出魔晶时 虽然不知道他从哪弄来 但我敢肯定的是 这小家伙真的会使用魔法 这话也弄得宝宝一阵惊 见给宝宝魔晶时的老爷子不说话 于是夏伦特又转头询问贝拉 你见过他使用魔法 贝拉摇摇头 这也是夏伦特意料之中 因为如果他是在故意隐藏的话 那这小家伙可就太聪明了 这句话听得赫拉汉毛术里 没办法宝宝只能装傻睡觉 让宝宝意外的是 夏伦特转头又问起 他的爱哭鬼哥哥看一扇 你上次说看到他朝壁炉里扔了东西 宝宝赶忙向男孩食眼色 怎料这哥哥就是个猪队友 是的 他好像扔了一个稻草王 这话听得赫拉想死心都有 他心里清楚剑术家族是有多么讨厌魔 而此时的夏伦特已经站起身来 提出去侄女的房间看看 老爷子也准备一同填文 毕竟自己的家里出现魔法事 也是他意想不到 虽然赫拉也想过总会有被发现的一天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可咋整万一真被发现 他不就BBQ了 侄女是同龄人中的天才 当舅舅的男人却想亲手杀了他 谁让还不会走路的小赫拉 竟能像六七岁的孩子一样使用咒语 而世代都是剑术家族的夏伦特 从小就恨透了黑魔法 可他又用脚底板目睹了小家伙使用咒语 还将三个中二少年玩到了海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夏伦特带着众人来到了赫拉的房间 结果还没开始找 就在角落发现了一本蓝颜色的书籍 而宝宝也不傻 早猜到有这么一片的他 很早就藏了颗魔晶石在房间内 虽然不知道吃奶的年纪是否能顺意逃出去 可他明白继续待在这早晚BBQ 而此时的夏伦特看到了书上记载的黑魔法 脸瞬间就黑了转过头看向赫拉 给一个月大的宝宝吓得智商狂跌一百八 看着夏伦特一步一步朝自己走 避识到不对劲的赫拉赶忙握紧手中的魔晶石 在夏伦特做出拔剑动作的瞬间 宝宝用拉屎的力气念动了咒语 下一秒便消失在众人眼前 正当夏伦特一脸震惊之时 老爷子却冲上前向他大吼道 你刚想做什么 我早就说过了没有我的允许 你绝对不能伤害那孩子 夏伦特也是现在才意识的 自己刚刚竟然下意识的动作吓坏了只能 可能自己见过太多死在黑魔法手下的人 这份厌恶感似乎早已刻进了他的谷子里 不过虽然被老爷子批评 他却得意地笑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那小家伙跑去了哪里 但刚刚闯进来一只老鼠 似乎能帮上我们的忙 原来新任魔塔主的飞亚 是因为感受到了魔力友人 所以才会前来查看 虽然被夏洛特说成是老鼠 而男人也只能默默忍受 毕竟惹怒了克劳恩家族 就等于和整个帝国为敌 而夏伦特也向他嘲讽 为什么是你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 那个还算能对付的女人哪去 这话也给男人说的表情 像极了你手机里第三个 之后通过交谈 夏伦特才得知前魔塔主被消灭了事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一个月大的职 正是获得了重生的赫拉 而杀害赫拉的凶手 此刻正站在他面前 三个月大的婴儿连夜爬行施工里 只为逃离帝国最有权势的家人 可真当他偷跑出来 却发现自己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就在刚刚 发现他会使用魔法的家人夏伦特 竟想杀了还穿尿不适的他 幸好紧要关头 赫拉催动魔法逃了出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在自己离开的那一刻 老爷子立马上前骂了夏伦特一度 我说过了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许动这孩子 夏伦特也愣在了原地 这好像是自己第二次想杀了他 记得初次见面时 这家伙像只蟑螂一样在地上爬 还弄脏了他心爱的庭院 当时的夏伦特就想杀了赫拉 那时也是父亲出手才制止他 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要记住 你是赫拉的舅脚 父亲的话瞬间点醒了夏伦特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他想循着魔法气息 闯进府邸的梅莱恩说明了情况 对于三个月大的孩子 就能使用顺移魔法这一天 梅莱恩感到非常惊讶 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天才 但想要追踪到赫拉并不是很难 只见梅莱恩将双手高举空中 在凝聚魔力的同时 脚底下也出现了一条细心 只要跟着这个走就能找到赫拉 但夏伦特却脸色一点 直接一把刀架在了他脖子上 警告他下次再敢撕闯服点 就将他切成18款 这给魔法师梅莱恩吓了一条 夏伦特是如何拔出的 见他压根一丝都没察觉 还好这次只是警告 随后梅莱恩便消失在众人眼前 此时的老爷子因为担心孩子 正准备翻阳台离开 没想手中的魔精石 引起了夏伦特的注意 老爷子见状也不再隐瞒 表示魔精石是当时自己给赫拉的 关于叫声爷爷给一块的事也一并说 随后便从阳台一跃而下 只留夏伦特一人在原地发乱 搞了半天老爷子竟是罪魁获胜 可想到自己的侄女会使用黑魔 一向讨厌黑魔法的他 心里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此时的赫拉正躺在地上晒着太阳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公爵斧 可当赫拉看到旁边的一棵西瓜树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失策 凑上前扒开草丛一看 这不就是公爵斧后面的池塘吗 搞了半天自己爬了十公里 连公爵斧的后院都没爬出去 而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也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终于找到你了 来人正是前世先害死背叛他的好徒弟